烏冬的形勢是这样的 三人听,烏南好像突然间整个战略反转 即攻防战,你会看到突然间烏克兰也挺大量的反击 他之前也有说,他集结了4000的兵力 大量的炮兵,其他的重火力 突然间在烏南似乎向着俄罗斯占领区玩弓 他们似乎都收获了不少的村镇 这个也有些违偽救治的意思 但我觉得这一样的攻势在战略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即使烏冬被俄罗斯地区被俄罗斯拿完之后 对乌克兰来说,必须有另一条战线 他必须在这里和他在激战中才行 原因很简单 如果顿巴斯全境陷入在俄罗斯手中的话 他很可能立刻停火,要求和谭协议 那时烏克兰就麻烦了 大家要知道和谭其实是你在战场上 军事力量的一个延伸 你被人拿到顿巴斯之后 他要求停火 你不肯的话就变成要有很好的理由 你为什么不停火?我现在谈停火 你不肯谈的话,你那时再去打其他战场 反攻顿巴斯或者打烏南就迟了 所以其实乌克兰一定要在烏南再去一条战线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其实好像当时日本侵华战争那时 大家记不记得七七劳沟桥事变不是在华北打的? 那么张介石突然间在松户战争那时 在上海打日本,引日本在那里打入来 其实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你要开闭另一条战线分散他的注意力 希望将你的优势去削弱对方的军力或者形势才行 所以乌南他们必须要打 而现时看起来他们打的态势都挺好的 是的,因为我们看回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的报告 很厲害的 他們打到克爾松這個州的東北 直接打穿他們的補給線 挺恐怖的 將他們的橋樑全部破壞 令到他們的補給線做不到 這個也挺誇張的 一個地方叫做David Dive 這個地方也挺瘋狂的 也將俄羅斯控制一些高速公路 例如T2205 整個控制了 現在變成俄羅斯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要不就要弄壞橋 繼續向後撤 否則不敢做 對方就攻得很快 沒想過突然烏克蘭軍隊 在河附近的渡河速度突然加快 所以他們的戰術令到俄羅斯是想不到 變成他們現在連補給線 比較上少少 都是被破壞之後 應該是會頗順忠惡化的 整條線 剛才我們說的那條公路T2205 拿了之後 就可能令到俄羅斯 即是接下來的那個補給線沒有辦法重做 那怎麼辦呢 就會對著烏克蘭的反攻就去得很快 他們可以的話就退退退 退到某個陣地的時候 可能要把那些橋和那些全部拆斷了先 就鞏固回自己的陣地去做 即是我們暫時看就是這樣 其實河附近之前在克爾松州佔領了 這裏都應該超過60天了 但是他做的公事是不是都還未夠呢 其實烏克蘭這次反攻的部隊任務很大 即是你4000人再加些重炮 其實老實說你都是一個女左右 幾個團這樣攻擊的 但這邊之前還說在澤波羅伊 就準備去攻對方 不過呢 說回兵力給你聽 你都是得淡笑 只是派3個BTG過去 聽完都得淡笑 3個BTG還肯定不是滿員 可能只有500人左右 是啊 你是不是覺得得淡笑 就是你面對的守軍更多過你的 隨時 還要查人決 那現在變成烏南這邊 是不是反而變成了攻守護援 即現在烏克蘭反而就看到戰略上 既然你已經抽調了你大量的兵力 過了烏洞 那我就不如打你烏南 將你的綠橋 就是看看做得多少得多少 甚至乎打斷你的綠橋 真是令到你那個 我們說馬里烏波爾等等的地方 都可能接下來有機會合衛 那怎麼看呢 即你覺得一烏南這樣打下去 有沒有這麼順利 一路打到可以打斷的綠橋 我想打斷的綠橋是很難的 一開始 但是它可以造成 同時它看它的進攻態勢 就是幾點同時進攻 威脅撤斷它的後援線 還有大家看到它在這一個 這個城市是很近這個蒂列伯河的岸邊 它如果到河的話 那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即被人包圍了 即包圍俄羅斯 可以從順著河向著下游 這樣打下來 所以它會逼著俄羅斯分兵去防守 現在也有消息 烏東那邊好像有幾個戰鬥營是要回來的 但是說實話 這邊的土地都淪陷了 基本上一開始不夠一個禮拜 輪陷了 所以俄羅斯在這邊的守軍的力量 相信都不會太多 現在迫到它們好像有些手忙腳亂 應該趁著這個勢再向迫 再向著客蟲迫過去 接著客蟲有一個主要點 另一個主要點就是這個河的上游 這個地方就過河 這樣就可以兩邊同時夾擊 是的 雖然現在大家觀察 就是那個進擊的力度很快 但是也都見到俄羅斯部隊 它都想分散一些壓力 包括它們的炮擊 尼古拉耶夫附近那些陣 其實它都是繼續炮擊的 不過你對部隊的推進 就應該都沒有什麼限制的了 所以它們都是不停地向南進攻 它們好像一旗仗著蒂列伯河 就是我們現在去觀察 沿著蒂列伯河 就是無論你是水運也好 或者你是陸上部隊的推進 真的好像三明所說 過了河佔距了另一個點之後 它就可以不停地向下包圍 打下去其實客蟲的形勢 就不是太樂觀的 但是就要多久才會打得到 就是要修復客蟲這個州 就要長久一點 我們相信 始終這邊雖然說兵力不是太夠 但是就有這麼多天 讓它做一些防禦工事 或者克里米亞的支援 或者看看有沒有機會 俄羅斯通過克里米亞大橋 又再提供新的兵源 新的武器 然後再支援 雖然間接一些 但是他們可能還有少許時間 可以做到這件事 俄羅斯有很多兵源 他現在參軍沒有年齡上限 所以上到60歲下到16歲 全民皆兵可以 大家放心 一定有很多兵 很恐怖 我覺得他們現在 那些歲數的限制 好像上到50左右 但是問題就是 俄羅斯男人的壽命 三人多歲 其實都是50多歲而已 他們很多人都是無緣無故喝酒 在街上睡著 冬天喝酒 然後就睡著了 就拜拜 在外面醉酒 然後滾在雪地上 睡得很爽 就拜拜 這些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有的 所以俄羅斯真是男人都有 我跟大家說 在俄羅斯是有俄羅斯 俄羅斯是有俄羅斯的 真是幫你俄羅斯的 你真是冷了 你別以為在越南鬼坊才俄羅斯 俄羅斯有很多俄羅斯給你俄羅斯 所以我覺得當兵算了吧 去酒吧喝酒實際一點 是不是 去酒吧喝酒 還可以高談闊論 就好像他們的電視台 不知所謂的 竟然就播了一些東西 就說 烏克蘭那些人 進去應該要屠殺他們 等等這些東西 還要一致讚好 這些電視台 真的要封殺他們 真是離譜的 那些電視台 俄羅斯 如果你是酒吧 你還可以看這些死人節目 想戰場 真是請 打一次上來 你會發現 別人不是用鮮花歡迎你 別人是用N-Law 用我們說的 Jaflin照顧你的 所以這個我們再看 烏南這邊 暫時的形勢上 會比較好的 即是說現在烏南這邊 其實又牽扯回局勢 假設我們說 烏東真是被你 當你全境拿光 但是如果你烏南 你烏南真是被他打回 其實又是 去不了他們第二階段 整個目標 我剛才說了 其實烏南這方面 大家要知道 他不可能這麼快收復 因為烏南這方面 他連著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的水源 又是由烏南這邊來 他現在佔領這麼久 他也有他的防線 所以他現在是 把俄羅斯的防線 壓縮了一點 又打一個缺口出來 但是他不可能這麼快收復 不過他現在最重要 就是維持烏南的 這一種 壓制的狀態 甚至你和俄羅斯 有來有緩的 這種所謂激戰狀態 你會牽涉到 烏東的戰況會好些 甚至就是我剛才說的 即使烏東淪陷 俄羅斯提出頓巴斯停火 也好 烏克蘭也有他 在這邊的戰線 可以繼續他的進攻 就不需要太理會 俄羅斯的停戰協議 因為現時停戰 對烏克蘭來說 是最慘的 他被人佔了這麼多土地 大家看看這個全景圖 你看他被人佔了多少土地 那裡有百萬平方公里 你的工業重鎮 你的港口 你大量的農田被人佔了 這個時候 如果談停戰協議 對烏克蘭是最慘的 所以他必須要維持 一條戰線的膠著 甚至是他佔著優勢 繼續攻下去 這樣才可以把整個戰局拖下去 才等軍援武器進來 才有機會 如果烏南無意進攻的話 頓巴斯淪陷之後 俄羅斯就當交數 那就可以停泊協議 就開始談了 加上現在 又知道他又利用 偷人的糧食 就不讓人的糧食出口 然後能源上 又可以勒索歐洲 所以現時對俄羅斯來說 其實是差不多 對他來說形勢最好的時候